嗯 救修雷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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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救修雷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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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 嗯 大家哈 欢迎收看本期的集合视频节目 说个事 我是小光 嗯 怪物猎人系列 至今已经度过了 十一个年头 这款游戏呢 从一开始的默默无闻 到现在的家喻户晓 成为日本的国民级游戏 这十年来 这个路走的呢 也是十分的不容易 作为一款动作类的游戏 怪物猎人从初代开始 就有十分严谨的游戏设定 各种武器啊 装备技能啊 场景啊 怪物都是吸引玩家们的要点 但是唯独呢 怪物猎人没有 所重宣传过 整个游戏的世界观和剧情 所以本期的说个事 就来和各位聊一聊 怪物猎人中的世界观 可能很多玩家 都会觉得 怪物猎人系列 没有什么过于集中的世界观 每一部作品 就是一个单独的作品 玩家呢 在游戏里面 就是打打杀杀 砍砍怪啊 什么的 但是实际上 整个怪物猎人系列中的 互相作品中 都有联系 而细分下来呢 我们还能看到 整个怪物猎人的世界 已经形成了一个 比较完整的体系 打个比方来说吧 整个怪物猎人世界 和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球 有点类似 作品和作品之间 玩家在不同的区域 进行着游戏 在初代的怪物猎人世界中呢 大陆是存在一个 被称为修雷德的地区 古代的修雷德 因为数千年的一些事情 被分为了东西两处 分为东西修雷德以后 两国的居民 就再也没有任何交流 而两国的分界点 便是中央地区的 古代修雷德城 玩过系列的玩家 大家一定知道 修雷德城是因为什么事情 分为了东西两部 数千年前的事情 不是别的 而正是游戏中的一个任务 黑龙传说 黑龙的讨伐地点 便是古代的修雷德城 数千年前的事情 也正是当年发生的人龙大战 初代的怪物猎人村子 是一处被称为科特村的地方 根据游戏中 王力书是队的记载 科特村位于整个大陆的边境 地处于森丘附近 科特村的村长名字 曾经远镇于整片大陆 因为村长当年 曾经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用片手剑 干翻了一只一角龙 当时的村长 就因此成为了传说中的猎人 科特村距离集会所 米加尔代尔 也不是很远 而集会所米加尔代尔 便是整个猎人世界中的 工会之一 该猎人工会的职能 多用于处理一些 深秋区域的飞龙类生物 以及给猎人们 派发派发任务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便是监视 位于偏北方的 旧修雷德城 因为里面 有着传说中的黑龙 在经历了怪物猎人1 怪物猎人G 以及怪物猎人P 之后 怪物猎人2 也如期到来 骗大陆东侧的小渔村 江波村靠近密林方向 村子向西 便是本作的集会所 也是整个游戏的中心点 东多尔玛 而怪物猎人4G 中的G集集会所 也就是东多尔玛 这样的话 两部作品 就有了互相的联系 还有就是 江波村的村长 是一名年轻的龙人族 而这个村长 也是我们怪物猎人4G 中在天空的龙人族 村子遇到的大僧政的哥哥 江波村的村长 作为外出 去探索世界 而他的弟弟 只好接替了哥哥的位置 这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 江波村作为一个 刚刚发展的小村落 纵使交易才是根本 于是 我们能在《怪物猎人3》中 看到交易船 往返于两个大陆之间 互相带去一些稀有的素材 还有一个关键的要素 就是初代的《怪物猎人1》 和《怪物猎人2》中 均有讨伐老山龙的任务 所以呢 还有一种假设 就是说两部作品 为同一时间线的平行世界 而讨伐的老山龙 也都是同一只 因为场所均设立在东多尔满 接下来的作品 就是我们不得不提到的 《怪物猎人2》和《P2G》 这两部作品 相信一定是广大玩家们 最熟悉的作品 设立在雪山的村子 波凯村 位于整片大陆的东北方向 由于一年四季都在下雪 所以环境十分恶劣 但是由于东多尔满 对于当地的雪山草 这种特别的素材有所需求 所以就成立了集会所 定期会派猎人来到波凯村 除了对素材的需求之外 波凯村还有一个设定在雪山的理由 那便是崩龙和霸龙的双臂合并 当双臂合并之日 便是世界终结之时 这一句话 就是在王力书学队中文献所能查到的 波凯村最早的祖先成是一位英雄 他与崩龙进行了战斗 但未能分出胜负 为了把崩龙干掉 在雪山的深处就建立了波凯村 村子中左侧山洞中的巨大大剑 想必就是当年讨伐崩龙的武器了 而当玩家们在怪兽零人P2中干掉了霸龙之后 完成终点意识起点这个任务 在怪兽零人P2季中的崩龙便觉醒了 在怪兽零人P2季中的崩龙 其中有一个讨伐崩龙的任务 在任务前夕工会会发来所有信息 令全村人撤离 这也证实了上面所说的双臂合并 而双臂合并和东多尔玛这样的大型危机之下 肯定是有源头引起的 而能引起这种古龙种进行迁移恐慌的 想必只有位于旧修雷德城中的黑龙了 这只引发了中烟之石的古生物 应该便是整个旧大陆事件的起源 而最后将黑龙讨伐成功之后 换来的便是整片旧大陆的安宁 从怪兽零人3开始 游戏便抛弃了整个旧大陆的设定 改为全新的新大陆 但是这个新大陆呢 又没有被任何人说明设定在哪里 也有一种说法 新大陆是在旧大陆的基础上 进行了许多年之后的变革 比如三代中出现的集会所洛克拉克 位置就应该处于旧沙漠 而《怪兽零人3》和《怪兽零人3G》中 所出现的摩嘎村 距离旧大陆也并不是很远 除了《怪兽零人3》和《怪兽零人3G》之外 这两部作品之间还有一部《怪兽零人P3》 这部作品的设定十分有趣 游戏中的角色穿衣风格都偏向于东风 村子节云村以河风温泉为主 而在任务地图中也出现了大沙漠 洞土 孤岛这些地方 还有就是在游戏的结尾CG中 猫瓷狼通过送信的方式 把之前所有的村子都跑了一遍 并在杰云村的祭典中 几个村子的村长也纷纷登场 在那泡温泉 因此杰云村的所在地 应该离旧大陆没有那么远 而且都是在前作中的同一世界观下 只不过这三部作品的背景 并没有那么深入 而更像是在新大陆中出现的两个小村落 一个因为海中的大地震大海龙所困扰 另外一个则因为风神蓝龙而困扰 到了《怪兽猎人4》和《怪兽猎人4G》的时期 这一次游戏首次添加了一些剧情 无论是黑石龙对于狩猎船的袭击 还是曾经的大都会东多尔玛 在受到聚集龙袭击时派出的猎人工会 都能感受到整体游戏对剧情方面的提升 还有几个小细节 不知道玩家们有没有注意到 在集会所的时候和一些NPC对话 有的NPC会告诉玩家 前几天刚去了波凯村 然后又去了《怪兽猎人3》中的海港工会 最后路过摩嘎村来到这里 还有就是游戏中的一些任务委托人 也是前作中出现的角色 这些角色的委托也能证明 《怪兽猎人》世界中互相有所联系 但是《怪兽猎人》的世界依旧被设定在一个 相对来说有些古老的社会之中 人类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勇气与环境 还有自然界中的怪物所抗争 虽然说拥有了一定的文明程度 还建立起来像东多尔玛那样巨大的摇塞都市 但是更多的边境依旧不敢妄加探险 除了正统续作之外 在《怪兽猎人的世界》中 还有《怪兽猎人F》与《怪兽猎人OL》这两部作品 通过资料的查找 我们也能看到两部作品同样与东多尔玛有着密切的联系 《怪兽猎人F》的场景被设定在《怪兽猎人2G》中出现的树海那里 《怪兽猎人OL》则设定在一个港口城市 用于承接来往于东多尔玛和摩嘎村的船只 我们无法推断下一作《怪兽猎人》系列的世界观走向 但是从前一阵公开的RPG作品《猎人物语》来看 卡普空是打算把《怪兽猎人》的世界观好好统筹一下 希望届时能让广大猎人们看到那熟悉的画面 相信那个时候也是十分感人的 好了 说了这么多本期的说个事也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也对本期的节目有什么想聊的 也欢迎来到新浪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查找集合网 和我们谈一谈这些事情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BUSTA!BUSTA!